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这是PPT集中的Michael 那么今天是2016年3月9日 那现在是西部时间的晚上8点02分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标普的期货ES 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 这个很明显的话 从这个1802.5到这上方的话 我们是在一个标识里面 那么现在最近的话 这个星期我们迎来了一些调整 但是这些调整都没有说决定性的击穿这条趋势线 都没有决定性的击穿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的话 就是说 它有可能 明天因为欧元区的这个会议 那么可能会给这个市场带来一个很大的波动 那么我的计划就是 如果它击穿这条趋势线 然后到这个大概是1974 1972的这个地方的话 我会考虑从这个地方开始做多 这样子 然后目标的话是2020 OK 那么 那么 这个是标普 那么我们来看看 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的话 没有太多 新的点位 那么我们 在这个 地方 从这个低点到这个高点做回测的话 我们可以发现它连23.6的这个点位 我们可以发现它连23.6的这个点位都还没有碰到 那么 嗯 如果我们 这里这里 做一些对称的话 像是 从这个高点到这个低点 那我们重合到这个高点上 然后 这个高点 重合到这里 然后 这个高点到这个低点 重合 好 那么 基本上就是这些 那么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区间 这个区间有一个对称 对称的支撑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大概是 呃 从 4250 开始 然后 到这个 4240 这个地方 那么 它是有一个对称的支撑 加上这个 23.6的 这个 飞波纳西支撑 在这个地方 那么 所以我们最近 两天的话 我们都可以看到 就是说 纳指 遇到这个 位置 那总会有一些 嗯 反转的走势走出来 就是会 会往上走 但是 我并 不认为 这个支撑 是牢不可破的 我并不这么认为 嗯 下一个 我们需要 注意的 点位 我想应该是 4200 这个地方 4200 这个地方 值得我们注意 那么 如果 股价可以 下跌到这个地方 的话 那么 看信号 我们 是可以 啊 从这里开始做多 那么 从这里开始做多 目标是 到哪里呢 那我们 看一下 OK 日线图的话 日线图的话 我们目前来说 嗯 没有任何的 这个 上方没有太多 这个 阻力 那么 至少 至少 我会认为 他会到 去测试 这个 200 平均 平均 移动均线 那么 嗯 也就是 在 这个 4409 那么 我们就把它 称为 这个 呃 4410吧 4410 这个位置 就是 到这里 那么 从那边 之后的话 就没有 太多的 这个 嗯 就没有太多 这个想法了 那么明天 欧元区的这个 会议的话 我希望就是说 大家 一定要耐心 等待 决议 出来了 之后 市场充分消化了 之后 再选择 一个方向 去跟随 就是说 不要 嗯 不要情绪妄动 不要 就是说 不要 嗯 在盘前 或者怎么样 就开始交易 那我们 至少 等到 开盘 之后 交易了半个小时左右 那么 我们把方向看得比较清晰了 到时候 再 嗯 重拳出境 那好吧 那今天的 这个 免费版 视频延报 就先到这里 那么 嗯 明天欧元区决议 所以 拭目以待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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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